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星期三晚上的《恐怖一粒鐘》,都是Izzy和我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都做了很多集,你有沒有留意我今天有什麼不同? 你不剃鬍子 幸好你有說,我故意就是Wu Re 太多狂風浪碟嗎? 不是,想嘗試做中坑 你已經是了 我覺得要接受自己做中坑 即是Wu Re,不剃鬍子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新嘗試? 想嘗試自己是怎樣 即是那些壞樣的 你嘗試頭髮不要剪幾個月,然後流長一點 這樣就不能接受 你就是做全套,不要隨便衣服出外 試一下 我覺得這件事要做全套 也好 我發現了人到中年,即是我人到中年 我發現了我越來越喜歡小動物 為什麼會越來越喜歡? 我一向都喜歡 但現在看到小動物沉迷的那隻,很可愛 不知是否找到童年回憶 即是任何動物? 任何動物? 我這陣子想養鳥 你經常說了很久 我買了鳥籠 在看鳥籠 等人生出來,差不多的時候就去拿 但你沒有去大陸還是去? 不是,我不買大陸的 但你之前跟我說,你發了一隻鳥給我 那是去哪裏? 香港有些人煩一隻鳥 你發給我的聲音是粉紅色的 我到處找一些特別的鳥 很想晚上工作的時候有隻鳥在公司 他會唱歌給你聽 即是他會飛去那邊唱歌 你只是想唱歌而已 你播過Youtube便是大陸的 不是的,他也是唱歌 我可以在那裏工作的時候 可以跟他聊天 即是說,你不要唱這隻 今晚唱這隻,可以不可以? 你以為是狗那麼穿嗎? 可以的 自從我拿回兒子回來之後 兒子長期說 喵喵喵 我知道之後也疼你 是的,他真的煩到一個點 所以我不可以再有一隻動物會叫我 我今天睡過下午覺 睡三十分鐘,我真的累得很累 這幾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在耳洞裡叫他,不是在耳邊 你那些沒有管教 他看到你睡覺的時候 他是看著你睡覺 即是你不要讓他知道你起床 假裝繼續再睡 然後他頂洞是這樣 怕你不醒,他就走了 不是的,他很差勁 他有沒有盤 現在沒有,但我就是他的盤 你再做一隻盤給他 沒有啊,免得搞那麼多 不要緊,要做一隻盤給他 好過一隻 其實我也有想過 但我想養狗多些 不要養狗,你不清楚養狗 你到處去列國做事 真的不方便 貓真的好一點 養狗公算吧 狗公多也不怕 你說什麼 狗公 什麼狗公 不怕養狗公 養狗公 不怕養貓 我們先講鬼故 好 剛才你跟我說過 有個柳師傅 你今天安排了柳師傅 打電話來跟我們講講 廣州裡面的靈異奇幻的經歷 對,因為他平時有時候幫人看風水 到處去 有時候中國也去 在香港也去 幫人看房子 都遇到一些靈異故事 看看他在說什麼 好 接通了柳師傅 哈囉 柳師傅你好 哈囉 你好 你是阿Jam 你好 Icy我也在 你是不是在廣州 那次是多久之前 其實那次是幾年前 那時候在廣州 因為有一群 玩德州薄黑的人 他們找一些場地 就要開會所 在中山八路那邊 就找了一個很陰暗的場地 隱蔽 因為那是一個商場 本身 但是商場的那個鋪位 就入口很奇怪 在旁邊 就有一幅牆在門口 你是遮蓋的 就是完全沒有太陽到 他之前做什麼的 做什麼的 就打算拌一篇門 就打算黃一點 是嗎 他們最初就打算 亂字而已 其實未必要拌 用來亂字而已 哈哈 因為這些都是偏才來的 不是 可能玩 玩兔仔糖 白兔糖 好厲害 你今天贏了 吃粒白兔糖 你不知道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他們選擇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因為 他們不想太多人可以知道那個地方 所以就選擇了一個位置 就叫我過去看 當時我一去到看的時候 平時我們晚上就很少看 那次他們都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只是晚上才可以 收了少許錢 給那個安排 可以開門 讓他們進去看 在這裡 進去一看 上下兩層有角樓 我開羅間 我們那一派羅間 有些叫八空腺的東西 如果我們之心一達八空腺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心之不妙 就不是好像靈異那些電影 那樣說 可以發針會成的 而是 我們看到他達八空腺 就代表陰陽差錯 那幾個位置都發現有這件事 不好意思 陰陽差錯的意思 是否就是說 那個地方是有些 陰界比較容易攪拌到上來呢 簡直是有東西 有東西已經住在那裡 即是已經是現場了 這樣說 沒錯 我們看到 初初 我們會跟客人說 第一 會聽到聲音 接著會見影 接著會見影 接著可能甚至乎有實體接觸 即是他慢慢一路會進化 其實是否一定的呢 我見很多個案都是這樣的 即是開頭沒有什麼東西 住下去 然後越來越嚴重 那那些通常 都沒有人在 突然之間有人在那裡還不攪拌 但為何不第一天 已經有利獲金給他呢 沒有的 因為其實是人氣進去之後的問題 即是影響到他們 你以前的房子是一路沒有人氣 只有他自己的 他沒得進化 你的人氣進去之後 因為你的陽氣一路供給他 那他就一路可以吸 一路可以進化 一路可以進化 那怎麼辦 其實最深刻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沒有髮型在身 我們只是學術 那我上去角樓的時候 一路看的時候 我的鑼蟹 就突然間有一條很長很長的頭髮 是 那我的鑼蟹不會有頭髮 那我突然沒有頭髮 在場是沒有女士 全部都是男人 還有那些很男人 真的是軍裝頭的男人 不會有人有場合 我想問你去的時候 你大約會知道他的格局是怎樣的 你看不看得出來的上一手是做什麼職業的 就是什麼門路的上一手 當時我真的看不出來的 因為都很黑的 他們拿著電筒幫我向上照照著 因為沒有電 沒有什麼都沒有 明白 即是斷了電的舖 斷了電 斷了電 然後第一次有頭髮 我就撕走了 我已經知道糟糕了 我跟他說 我們差不多了 我說下面 下面有個樓梯底 有個廁所 我一去到廁所就糟了 那支針直接停了 我們支針正常是水平面的 它直接扯了 貼住我的樓門底 完全不動 即是說他那裡一定有東西在 還是聚在那個位置 那你有沒有即時叫他走 還是怎樣 走了 即時走了 然後走了之後 就跟他們說 我說不行 這裡有東西的 然後他們反而很開心 有東西就行了 對 對 對 可不可以幫到手 那你收他們做年輕人幫忙 對 我知道他們做鞭飯 我就教了一些方法給他們 大家可以好好地相處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方法 其實我最簡單的 就是一定要他們放一個 五方五土龍塾的土地位 在那裡 那就一定要每天供奉 過時過時一定要宵夜 以為相待 給他吃 對 入之前 就找人再做一點點東西 就通知聲 我們現在進來了 大家和平共存 我們好你好 這樣 整件事很有趣 因為始終他們做的行業 有一點點灰色 都不是灰色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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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九個月 他做了九個月 在九個月裡 同行基本上是蓋了 他每次有事的時候 他不是停電就爆水喉 要是有人沒有帶鎖匙 要是開不了鎖匙 總之每次有人巡 他就開不了門了 總之那些好兄弟 那些好兄弟 在撐著 撐著 撐著 不是進去了 如果有玩開德州的朋友 在廣州圈 其實這間場 之前很出名 因為沒有一間場可以捱到這麼久 所以都很容易 接著就是九個月之後 其實九個月裡有少少些 一些得意的事情 就是他們有部電視機 他們的電視機 就不開聲 因為怕阻礙人打牌 他們就插耳筒聽 插耳筒經常聽怪聲 有干預聲 又有 女人聲又有 什麼聲都有 很多人上到這個場 都知道這個場有東西在 裝定香 港定 品定 最奇的是他們在裡面打電話 經常會插線 插線 等一下 手提電話還是插線 手提 手提 手提電話插線 很難 我記得以前家裡的電話 都會插線 我都試過插線 很久以前 手提電話 不是Digital的年代 是Analog的年代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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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經常會插線 插線 都會有個女人問 你就是要死 你找誰 他們是習慣的 打開那個班都知道 乘以為常 於是者很安全地過了9個月 後來為什麼沒有做 後來他們因為生意好 找一個再新的地方 但你知道他們 他們就不交租 什麼都不搞 在晚上就離開 所以就剩下了些傢伙 在牆上 過了三個星期 新牆開了 所以要一些傢伙 因為他們的傢伙也很貴 他們的桌子可能幾萬元一張 椅子又兩三千元一張 是啊 訂做 通常是飯桌 飯桌 現在的傢伙 沒錯 然後他們三個星期後 就在晚上 找到那些傢伙 當時是三點多 然後找到那些傢伙 就回去那個牆 就清牆了 清掉了 那些傢伙還沒有到的 有其中一個老闆 就先到了 老闆就叫了一個保安 幫他打開鎖 因為大陸很有趣 他們的玻璃門 不像我們香港那樣 有個鎖鎖 他們是找像單車鎖 勾住外面 門柄 對 剪下 保安就幫他打開了 保安就走了 接著他一推門進去 就有個女人 白色衣服的女人 但是已經在外面鎖了 他走不了 那肯定不是人 鎖了很多個月 那些傢伙 沒辦法 還要搬 還沒到 這個老闆就嚇到 整個掉了出來 當然是 接著 無奈他就坐在車子 一直鎖 一直鎖 打不到電話 完全入行都打不到 然後那些大隻佬來到 他又不出聲了 他就說 你們進去搬東西 就剪下他們進去 小心點 不要弄到一個女孩子 才進去點數 如果見到 女貌一點 女貌一點 不要踢出別人的東西 這樣 沒有說 怕到都鎖了 那些大隻佬去搬 照搬沒事 全部大隻佬都沒事 但是那些大隻佬 看不見到的女人 沒有 完全看不見 所以就更加肯定 一定不是人 其實 我覺得他 斷斷的鋼 其實說真的 你又在那裏 撐過你 那你走的時候 不如帶走 因為帶走 拿兩碗油脂傘 誰知香油脂傘 在這裏 好環境 多謝幫忙 大家去果樹 有吃有住 繼續有食 你花大一點 花大一點 做兄弟不用說話 幫了九個月 所以他們這樣不行 然後如是仔 他們收拾東西 都一個小時後 就離開 他們分開了兩輛車 老闆在前面那輛車 那班大隻佬就後面那輛貨車 老闆打算打到後面 叫他們車輛車去哪裏 電話一打一通 就聽到那個女人的聲音 你吵死了 就問他 你走啦 這樣 這個很害怕 這個 他們嚇到電話都扔了下車了 哈哈 你不帶我走 我怎麼知道 因為當時我在酒店睡一覺 五點鐘左右 我就被他的電話搜尋了 他就在哪裏打電話給我呢 原來他周圍都打不到 然後他就很聰明 他找了一間網巴 網巴旁邊有個關階 他就站在關階旁邊 才打到電話 那你上次幫他看完之後 他做到東西 新的那裏都叫你去看 是啊 是嗎 是啊 沒錯 新的那裏都是我幫他看的 新的那裏是乾淨的 沒有東西的 即是沒有朋友幫他 其實真的在忙著腐衣 真的忙著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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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衰 其實你做這種人 都不會很漏爆一下 是 因為他們都不是正路的 真的不是正路的 他們做事很僥倖 然後這件事也很麻煩 因為我跟他通過電話的時候 聊聊一下就很疲 我說很疲,我聽不到你去哪了 他說他誒誒誒誒誒 我一離開關帝就說不到了 你就聽不到了 我怎麼辦啊 我怎麼辦啊 那我也沒有了 我說你沒辦法 我說你第一你不要回家 因為他有老婆和子女 我說你千萬不要回家 我說你等天亮 你要不去大佛寺 要不去找一間大廟 進去清理一些東西 廣州很多啊 很多廟 是啊 很多廟 而且他的牆附近都已經有了 陳家慈那邊大佛寺 但是為什麼不叫他帶那些好朋友走呢 他可能 因為他要先清理一下 人家已經發脾氣了 哦 明白 然後下一步就要跟他 不是說數了 真的請他離開了 給他好一點的東西走 但是我想問一下 因為都搞了他兩三個月 他兩三個月運制得好 如果真的要做手續帶他走 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這些我不懂的 因為我們不是做法科的 但是我們都會叫他去廟 或者去市場去做 那他們有班專家 真的可以幫到他們走 但是他還沒做的時候 那兩三個月 我們還沒見過他贏 喂 那當然啦 撐開你 沒事沒幹 你閃的時候不單聲 不過他們都盡的 喂 你撈下這些 是不是能收到錢才搬 九個月 那你收到錢 究竟租金只差多少錢 他說都沒有人租 他連租金都想領人 他盡到連租金都領你 是不是 是啊 他收到錢就厲害了 這個師傅 真的是柳師傅 厲害 我們是先收錢後做事 你穩定了 你成功了 你不收錢給柳師傅 到時候在這裏擺這些 這樣啊 擺杯水 骨臣屎 九個八字的力量多 不過跟他們做也很麻煩 因為他們生意不好 又會賴你 又會這樣說那樣的 哦 那這些一定的 一定的 那好吧 不如我們下次再請柳師傅 親自上來 柳師傅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 是在香港 還有一個在香港 是不是幫人家看房子的 是 講完 有時間就講完 有 其實呢 我有幫人看 因為香港的住宅都會看 那些住宅就是他找公屋 公屋只有三次機會 要找公屋 是 那一次是第二次 去到南區的一個山上的屋邨 嗯 那我不要說誰了 只有一個 那個單位呢 山上南區的屋邨 哈哈 是不是只有UFO 然後那一次 對 那些 不知道不知道 附近 附近 哈哈 那接著呢 那接著呢 去到他下面有個牌坊 那個牌坊尾呢 它對到那個單位的主人房 嗯 哦 那在那個主人房 我們其實這些侵殺已經很驟激 嗯 嗯 那接著去到那間屋 已經很霉 很熟 嗯 但是正常你不應該有 因為那些公屋呢 它交房給你 其實什麼都沒有 是啊 你有木有盛 你才有梅烏味 而已 你裡面什麼都沒有 你不應該有這麼重 這麼濃烈的梅烏味 但是它就很厲害 那麼我們去到量度的時候呢 我們一行三個人 他兩宫破加上火 那麼我幫他看 聽的時候呢 都已經 不漂亮了 就是那個 我們叫上山下水 就是錯了的 那些方位 嗯 我說你都不要了 嗯 那麼順便幫他進去房 再看一看 那一進房就奇怪了 外面聽呢 你整間屋子 沒有東西的嘛 嗯 他外面聽的時候 突然間我聽到 一個好像拿起一張桌子 然後放手 這樣掉下去 地下的聲音 但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都是不是樓上樓下的聲音來的 我們當時都是這樣想 其實我們都覺得 不是很對老的 但是呢 我們都在想 咦可能 不要緊 都是樓上的 安慰二姐 我們這樣 然後 御事者 看 當然就走 是不是 那麼 上廳的時候 就爽門生了 啊 自己生了 但是我們沒有開窗 整間屋 除了外面聽的 我們有開一隻天窗之外 我們沒有開過窗 即不歡迎你們 發脾氣 那間屋的大門有沒有開 那間屋的大門 也沒有開 因為我們已經進了屋 開了門 即不可能扯房 因為那間屋很近的垃圾房 所以很臭 所以我們都不開窗 那就發脾氣吧 送客 送客 其實不知什麼事 因為我的樓家也沒有搭把空線 也沒有顯現 是有東西在 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走 就馬上出廳 出廳 不再度 我們打算出門 臨出門之前 他還要多關門 即又要到房門 是啊 那次就很明顯 真的要請我們走 要我們 不要再留在這裡 可能那些 特快公屋 那些 是不是呢 有沒有查過呢 如果你申請的時候 他沒有跟我說 他只是叫我幫他看 而且那條村太久歷史了 整四十多年 是的 那條村是很舊的 說真的 一分鐘住了那麼久 那些人 當不時有個精靈器在那裡 不過說真的 如果以我們的門派看 就是他本身第一 他的方位很差 第二 就是他的光度很暗 因為他的樹 差不多遮蓋了 那變成了 其實他的房子住在那裡 就算沒有東西 都會住到便會有東西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些房子 是不是任何人住都不對 還是一些撈偏門的人就對了 這樣 負負得正 有沒有這樣說 其實反而 如果我們看一下 就是有些本身的命格 是很差的人住 真的可以負負得正嗎 因為 你命格有些命格好的 其實住不了這些房子 對 他想住都住不了 對 我聽過 那真的是尋找到那些命格差的人住 即是如果你的命是轉了好的時候 據文說 你自然會找到一些好的房子住 你可能很不成功 你才會放進去的地方住 那陣子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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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他撈鬼 我發現 因為我撈鬼 兇殺那些東西 都撈了很多年 反而我去那些地方有鬼 我就沒事 但跟我一起 同時一起 全部是混蛋 真的 真的 真是 混蛋 撈不行 或者運氣不好 其實因為要看命格 有些人的命格弱 如果你進去很容易衝撞 即是衝撞死去 嗯 但是要看他的八字 那譬如好像你說 剛才這些房子 我們有時看風水也是 那譬如他很好運的 我們去到 他的擺位都差不多 我們想叫他擺的那些位 你知道嗎 那他的運就下得好 劉師傅你有沒有見過鬼 真的親眼見 聽聲見影就有 聲音是怎樣的 聲音是怎樣的 聲音其實沒有那樣的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些傢伙聲 還有有一次就是尖叫聲 尖叫聲 是怎樣的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青衣屋卷來的 青衣有個很大的屋卷 很近地址站 又不是地址站上蓋那個 知道 在公園旁邊 有些單位是對到鄭神祥的 我上次看的那間 其實他本來是一家人住的 但是父母已經回到上海 有一個女兒在家裡住 為什麼要找我看呢 就是因為整天聽到我聲音 而且晚上起床見到一個女兒在 不是五指 還有一個小孩 就是女兒和小孩一起在廳 所以就想找他媽媽 經廣州的人找到我 找我去幫忙去看 那我那次去到 我還沒進門口 已經聽到那間屋尖叫 沒有人的 她的女兒在我旁邊 哪有人在這間屋裡 很淒厲的還是怎樣的 她的那種尖叫 是你會感受到 好像一個人很害怕 看到蟑螂大叫那種尖叫 哦 很響的 那你可不可以怎樣做 還是你彈了給那些師兄 認識法那些 認識法那些 那天我都不敢進去 我就問師傅拿了一道符 因為我師傅認識法的 就問他拿了一道符 我才敢進去看 看完之後都不能教 然後我叫他走 因為他自己惹回來的 嗯 因為他自己在街上 撿了一把傘回來的 嗯 嘩 完全全是在那把傘那裡來的 那些東西 真的會有人撿傘 因為傘 我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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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點壞 你知道有一次我發現 真的沒有帶傘很大雨 沒有帶傘 然後我們在那些傘桶裡面 真的要拿一把傘 因為很大雨 走不了買不到 然後我說對不起 借你把傘一用 就拿了別人的傘 我只是試過一次 而且他那把傘很奇怪 墾紅色蝶屎 就像那些英式的 以前的淑女拿著那些傘 因為我看過整間屋都沒有問題 我的樓梯一賣一把傘就出事 一賣一把傘就出事 所以一定是把傘 嗯 那是不是把傘就沒事了呢 然後沒有 叫他們搬去 不能離開 最後他跟我的女兒說 他搬去那天 即是 他是在夜晚離開的 因為他都不敢走 因為他只有他一個人住 然後他就交下鑰匙給某間公司 然後公司打給他 他說 你家裡有人在看電視 你家裡有人在看電視 挺害怕 是啊 所以是很誇張的 那一隻 超級誇張 他真的當他自己在家 在看電視 是啊 你想想他尖叫那一刻 是叫到 你突然間這樣 是很害怕的 我也不敢進去那次 那好吧 謝謝柳師傅 謝謝謝謝 下次請柳師傅上來分享 有沒有別的經歷 周遊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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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請柳師傅上來 謝謝柳師傅 好 不要客氣 拜拜 拜拜 你知不知道說到家裡 我又是有個朋友 說前陣子他家裡 又是發生了一些古怪的 他說有一天 他第一句問我 他說 狗和貓 即是動物 是否比較容易看到靈體 我經驗不是 我說是有這個可能性 跟人一樣 但不是全部一樣 例如你有陰陽眼 未必代表我有陰陽眼 我就這樣解釋 他說 因為有一次他回家的時候 這件事也挺恐怖 他說 無端端經過客廳的時候 突然間電視開啟了 然後電視開啟了 然後音量是 很大聲 然後他轉著面 他就看到電視開啟了 很大聲 他就以為狗可能按了控制 他就找一找 看到狗的附近 都沒有搖控制 然後找了很久 原來就在桌面 是沒有東西 那誰開啟了 不知道 然後他就害怕了 他就打算調小聲一點 然後就關掉電視 轉過頭 他去完廁所 準備出廁所 就打算入房 那廳又突然傳來 又是開電視 又是教到最大廳 這些我解釋得到 你先說一下 是嗎 他就不理了 他已經很害怕了 他打算拍醒他爸爸 電視開啟了 電視開啟了 他爸爸就說不用怕 不用怕 他爸爸走了一個房間 之後 因為廁所 有一條走廊 才到他的房間 他說 看到走廊的盡頭 突然間 有一個頭 有一個面孔 這樣衝過來 衝過來 然後散開了 他整個人跌倒了 是啊 但是當時 那隻狗 那隻狗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不是 那隻狗有反應的 那隻狗根本沒有 那隻狗 看不到就看不到 那個電視 你經常都教小聲 有什麼好奇 或者他看到 他睡覺 我不管 有些他看到 小小事 去那個方向不斷廢 是不是有科學的原理 可以解釋 那個電視會突然開啟了 和大聲 是 因為如果你潮濕 那些迴南天 有些時候 短路 不是短路 電掣裡面有很多 有塵有成的 有時候 他不小心壓住了 你不知道 他壓一壓 可能突然間 碰到 碰完不碰之間 碰到 我真的試過 晚上 因為我現在習慣了 會開著電視睡 那個晚上 突然間 不斷轉台 因為我正在睡的位置 看到電視 不斷轉台 我心想 不是的 那天晚上 然後我走出去 那邊坐著搖空 他肯定幫我轉台 其實我覺得 被搞的 最令人害怕的是 按鐘沒有人 是最恐怖的 我試過 你明知道 一定是沒有人 你是最害怕的 不過我們今節差不多 我們第二節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我準備了一些刀子 傳算和大家說 稍後回來